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2月中旬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两款 免费的好用的VPN 我实测了一下 它的速度随随便便 去到每秒3万开2万开 不在话下 看个2开的4开的视频 也是不在话下的 非常的好用 重点是免费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雷电模拟器 我们在模拟器上给大家试一下 这两款的话 是安卓的一个版本 OK 我们在这个软件 APK PURE 这个里面去直接下载 搜索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使用这个软件的话 提前全体是要打开科学上网的环境 OK 大家看到我这边已经打开了 已经打开了 我们点开它 OK 这边要升级 我们暂时取消 我们直接在这边收就好了 直接在这边收就好了 它的名字就很简单了 sufvpn ok 其实这一个直接在里面收 sufvpn ok 这一个就是了 我们直接点击安装一下 点右下角安装 说得很快 已经安装完了 我们给它关掉 ok 我们回到主页 回到主页 ok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了 这个图标像一个蓝灯一样的 中间是wifi的符号 ok 我们把之前的vpn关掉 大家看到这边已经没有了 ok 我们现在打开它 打开以后 这根下面有一个接受跟继续 我们点一下同意 这一边 界面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一边有一些菜单 包括设置什么东西的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这个外观什么颜色 其他 ok 这个我们不管它 不管它 这边 左下角 这边有一个什么协议自动 ok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管它 这个应用分流来讲的话 那你可以选一下是全局 还是说这个部分 ok 这个也不管它 好的 那关键是右下角这个地方 这里是它的一些线路 一些线路 ok 上面的这些是免费线路 ok 下面这些的右边带锁的都是VPN都是都是VIP的线路都是需要money的 ok 我们这边免费线路这边我们随便选一个打比方这一个信号墙稍微有点繁忙 ok我们选一下 点一下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刚刚选的这个线路 那我们点这个地方来连接一下 那这边是有一个网络连接请求啊 ok我们点确定同意它 ok 现在就已经连上了已经连上了那秒数ok我们回到首页 ok我们打开浏览器 啊这一边这个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ok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先 先看一下它的速度去到多少 ok目前的速度是7900多开啊 差不多8000开的样子 我们把它的清晰度调高一点 这里是自动32360啊 我们给它调到1080看一下 ok1080也是没问题的啊 现在速度去到15000 速度去到15000 18000啊 16000 ok我们我们给它快进一下快进一下 ok快进一下也是秒开啊 没问题的 啊现在速度17000 17000 19000 23000 那速度在逐步的上升啊 这个速度我们看个更高的啊 1440的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ok秒开啊 现在去到22000 25000 24000 免费的能做到这个速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已经是别无可求了啊 别无他求了 非常的认可 非常非常的认可 ok ok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款加速器 科学上网的工具就是这个力挺加速器啊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搜索下载 ok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 我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我就不演示了 ok 就是这个了 我们点开它 免费快速分享 ok 我们直接点链接 继续链接 ok 链接成功 这里显示链接成功 链接成功 链接成功以后的话 我们 打开浏览器来试一下 ok 我们打开这个视频看一下 有个广告稍等一下 ok 开始播放啊 我们看一下 现在默认是720P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是多少 啊 目前的速度是1000 1000多K啊 每秒一兆多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720P的 720P的话快进没有什么压力啊 1400 1500的速度每秒 ok 我们换个节点看一下 打比方 换这个节点 ok 现在是连接成功啊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速度 ok 速度去了3500每秒 我们同样快进一下 快进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 现在去到5000多K 现在还能用的免费VPN 免费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已经非常少了啊 已经非常少了 这个现在去到8000多 ok 我们暂停 我们再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更快的啊 有没有更快的 我们看一下 啊 这边 他也也不知道 他哪一个更快啊 搞不清楚 连一下这个看看 ok 连接成功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啊 这一款的话速度稍微慢一点 比刚才那一款随随便便 缺了3万多 那一款啊 啊 速度要慢很多啊 但是说 正常看个720P的啊 也是不错的 也是可以看的啊 啊 目前的速度 缺到1万多了啊 我们再快进一下看看 啊 这速度不稳定 1万多 现在缺了3000多啊 速度不太稳定啊 瞬间缺了1万多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与与 앞 编辑 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